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做人物精修 以后修照片就不知道再找别人了 首先大家也看到了 这是最初的照片 直接COME ON O打开的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脸上 有些神奇对吧 我们先COME ON J创造了一个新的平面 然后呢记得命名 不是现在薛小子 未来如果你要做很多东西的话 命名会方便你以后修改 我们这个层就叫去痘吧 现在呢我们选到这个神奇的工具 第一个类似于橡皮擦 缩小 我点 没了 我点 没了 看到没有 这个工具的难度指数只有1颗星 只要你点的够准 就可以把所有痘痘给去掉 而且它不只能去痘 还能去一些就是疤痕之类的 但是呢 千万不要调太大 就是为了偷懒直接调到最大 然后你的PS就会有一种崩掉的感觉 然后呢 劈出来的效果 大家也看到了 就好像整容整失败了 特别的缺 直接压平的感觉 所以调小一点 有耐心一步一步去就好了 如果是自己修修随便就行 如果是给别人做商业照片的话 那记得仔细一点 毕竟这就是区分你赚多少钱的 关键 接下来我们来去皱纹 我们需要用到另一个工具 好 这个工具这里一定要选source 不要选destination 因为source呢 就是比如说你圈这个睫毛 source就是移到另一边去那个 就可以把它给 就是同化成你拖到的上面去 但destination呢不一样 destination呢叫复制 你看你就有了三个美貌 所以我们选source 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去斑 好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了吧 这种法令纹啊之类的 你就小心翼翼的把它圈起来 然后拖到旁边完好的肌肤上面 你看就没有了 然后呢你再拖一下下面这条细细的纹 好接着呢就是卡粉 卡粉是什么 就是你这样抬头 然后你化妆那个粉末 就堆积在额头这个位置 把它去掉 差不多了啊 这些暴露皮肤不紧臭的纹路 都已经被我们去掉了 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注意啊 就是因为它是会拖到 就是说你想拖的那个位置 就是它会去就是你拖到这边 这个皮肤的颜色 所以你不要拖到就是颜色差距太大的地方 不然就是会有一种路线的感觉 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磨皮对不对 滤镜磨皮都打开对吧 好我们再加一个磨皮 磨皮呢就要用到上面的这个filter filter呢我们选这个noise 然后呢大sketch 这个是保持了我上次选的那一个 我们现在都调回0 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这是一个放大的图 你看看这个皮肤的样子 好 现在呢 你就可以自己调着看一看 看一看什么效果 但不要调太大 不然你的那个ps容易崩掉 你看这上面就是会把人变模糊对不对 然后这个下面呢 你看一下效果 就会出来一些细节和纹度 我们就选30和10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 好 那你看你这人物就不能用了 对不对 那这头发背景全部都给磨了 怎么办 好我们就加一个涂层萌板 涂层萌板呢就是黑色是隐藏白色是显现 我们可以脱个小懒直接按住你的键盘上out 再点这个涂层萌板layer mask 它就直接帮你全部涂黑 现在效果就没有了 然后你点B或者直接选笔刷这个装置 然后用白色前景色是显现 然后呢 我们大家就是只要磨皮脸部就行了 后面的那些头发什么的就不要磨出来 你看到没有 然后呢就是这个呢 你要看着自己涂 因为每个人涂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涂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我个人建议不要涂五官 因为五官通常的有一些虚话 就显得不真实 好的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将下面所有的涂层合并 但是又同时保留下面的所有涂层 如果你直接按这个的话合并 它就直接变成一个文件夹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 command alt shift e 一共四个键 它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涂层 而这个涂层就像下面所有的合并了的涂层 现在呢我们这个涂层就叫美白 美白当然有很多方法 前面做这些都有很多别的方法 但我们今天教的就比较简单的 就先用curve就行了 command m把curve设限调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下面的那个小八卦调刻 但是它调出来的结果就是 我要给大家秀一下啊 你调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没有刚刚那个那么的完整 数据那么全 所以command m 好就拎着它 然后往上调一下 怎么样是不是好很多 okk 好 你差不多人物修图就修好了 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原图 把下面的全部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把它关掉 好 这是美修之前 就是修了之后 各位觉得怎么样 是修了 对 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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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